台湾啪啪照 了解台湾文化和文明 李尚厚 大家好 我是余夫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 这个建筑有漂亮吗 这个旗子很漂亮 那么这个 我们有一个建筑学家李前郎教授 他有特别介绍过这间 他说这间充满这个 你看他这有一种西班牙式的感觉 就是红色的屋顶 黄色的穿 而且他这 还有那种苏州的山墙 什么山墙呢 如果去他们中国 苏州那里有很多一种厨 旁边有很高的穿 马背 穿像马背 穿很高的 那就是说你也要 他火烧村没烧过那边 他断火就这样 但是他现在医奥变成是一个建筑的特色 那么这种是立山均一所建的 那么他又建什么呢 你如果去到台北 台北有一间 叫做台北邮局 很大间对不对 很漂亮在北方那间 那么那间的地方呢 其实呢 那也他建的 这个人很厉害的就是说他要建这种 家里也我也建的 他要建这种新古典主义的那些也我就建的 真厉害了 那么所以呢 这种呢 在为什么叫做日立白纪念冠呢 这就是台北市日立白纪念冠 就是那个时候 日立白在抗议的时候 咱们已经占领到这个地方 去公布 叫市民要百科 百公 那从什么来抗议来抗报就对了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来看看 这就是台北日立白纪念冠 这种建博是台北日立白纪念冠 在日本时代 他叫做台北区博索局的 恩教授 设计这间台北方送局的设计者 叫做利三军一 建博物有西班牙 王兄姻姻姻的设计 还叫做中国索州白头穿的作用 他叫三军一年交合六年六成 这是风座的河梭道 也就是风上头 的边是台湖 有一个河梭放在这里 日本导航的时候 天空宣布导航的育婴放送 也是在这里 风上局的演教授 李老第一演教授是英学演出 第二是提供人演讲的演 二十八十一天时 空宣的民众冲在电台里要求报应 波荣专民都要百期百日来抵抗 漸博的国民党 政府部中部队 应主导吓令 渣时改途 府中部队 交由国地处理 委员委员和 憲民队共同部队 以便继续发生 劳会冲突出局 在 政府部中部队 府中改途后 台湖是 以安由憲民队 和回府中的 建设和民众组件 台湾人没想到 原来日本人走后 是去一个创业的来自的 赏赛 这时 电出后 一九十五年 国民党来到台湾后 开始贪污的情形 波草专 也有用漫威来给它放弃 为了颠十分的青菜 牙青帕西郎 这是在 日月八十五年时 在家里最上纪念 让国民党 军队 打死的民众 所穿的衣服 现在卖出来了 这回事 电出了 很多台湾的少年人 都站出来 和国民党的提供 这是 国民党打死的 台湾正英 来 这间是台中的这种 发送局 放送局 各位可以看到 这还有一个城堡 上面还有一个城堡 它是像那种 我们说歌德式的建筑就对了 还做一个城堡 起来 上面还有 这真的很有意思 日本时代在 去除这些设计的方便 用得很多 深入在里面 那么 这间 后来 当然 所有的公布公司 买的都变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总共同收起 但是 他们这五轨搬运 我们没有办法 它就是国家的财产 变作人家的财产 变作人家的财产 变作人家财产的财产 这实际是很败的 的事情 OK 我们来看看这间 是在什么行 台中风三教是在1935年 5月11月开始起用 它是在北部的台北风三教 跟南部的台南风三教 然后上海中央的中部的风三教 日本空二年定义是台中的历史建筑 这种起来很漂亮 它有一点点的 青春那种罗马的风格 跟着有一点点的 一种高度的风格 来把它设计出来 日本时代 青春台南 或者是台中 这种风三教 都没有在做节目 只有我们的体会志愿 但是在1933年 只要在台北台中 加以台南一直高兴 都设计入博物厨 就是日本人所下的相谈所 主要是在做收音机的修理 跟在买买丁丁丁 而且又设计券诱元 券诱元就是在推销收音机 好 这样以上博客 来 台中公园来说台南 这是台南的佛苏国区 现在就是电影图书馆 我已经是这样 各位主要看 他这棟 就是河阳混搭式的 河阳混搭式 也就是说他上面是 日本城的处顶 会平的就是西方式的 那么这棟起来 其实很雅致 好够知道 有把国民党拖拖拖拖拖 不然这个以前都是那个 圣公 所有的公布电台 或是电影 什么都变成国民党的 就对了 国家的财产 都变成国民党的财产 这种事情才做得出来 全世界好像这个 这个中国人会这样做 应该的中国人会这样做 好来 我们来看 这个其实目前有没有精锤 那么在日本时代的 一个事情就是说 这个垃圾有 是要登记要缴这个月费 你 你若是去红尚头 有这种 我们这样说红尚头 那些什么 那就不用钱 不过呢 这间呢 现在目前没有红尚头 但是这间隔 里面是都电影 一定没有那个公布的这个 起骨在里面 不过还有留一部分 这种东西 一些那些骨鸡就对了 来 继续来看看 这个所在是台南市的南盟 在日本时代 它叫做台南奉三局 日本时代 有5个公布电台 由台湾奉学会管理 设了6个奉三局 台南就是集中一个 这张作品代表了 台湾旧的 现代主义建立的过渡期 它又拆除了 和洋混搭式的空间设计 它外表是非对称性的 外面的瓷砖 跟它的颜色搭配 都很漂亮 既然是玄关 里楼 才是办公 跟它公布的空间 整个给它看起来 它并不是那种纪念像的建物 平平平 看起来 是这种 真有欧洲风景的主体 建立的 建立由到国民党的东山 两国公布公司所占领 一直到1997年 以此前出 台南奉三局 在1932年的时候 在南奉町6省 目前 几岳省台南市南奉町4省 上面 天花板这些木材 是利用整个茶匙 把它打起来 前出了很多电子的旧器材 在每个星期的 5、5、6、星期 会保两点也放电子 你看这些VHS的六星大 现在都一定是变着沟洞 当然了 我已经把他推出来了 这个在自己 中央国家广播文物馆 现在是叫文物馆 其实他以前 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做短坡 所以日本时代日本人 中央把他放上出去 先说当然 马上一大堆就好了 全世界做短坡的这个广播 那么 这是由于日本的建筑师 叫做零制良衣伊索斯基 所以他很注意水平浮现 他很现代化 一定很接近我们现代化 建筑的设计就好了 那里面还有那个锅面砖 还有洗石房石 这一类的东西 来做回来看看 这是家里面向国家公报文部馆 他叫25年的理会 台湾总统府 曾经做了10天的实验报应 他叫什么年 台湾总统府设立了台湾上学会 那时有个大公立的公报电台 公报的以言 所用的北京的工程的 国家的阁南的 营业马来亚亭丁丁 这个冷却系统是做什么 它就是我们待会 你会去楼上看的一个发射机 它就靠这套设备把它 它在运作的时候 它运作的蒸油水把它做降温 这个还能用吗 基本上我们这里的设备都没有坏 只是效能变差了 一旧三千年 日本政府为了买男人 所以呢 花了三年的时间 在明镶这 起来一间公报电台 那时就叫明镶奉上寿 一旧四空年的高月日白 红尚寿正式开播 电台部长的范围 可以够到 陈南亚一立到 中国的江苏省 和南京那个所在 明镶奉上寿本地 是交付中国公报公司 但是后来发现到 它可以为中国公报 所以呢 改作是中央公报电台 198空年 全国公报来关 但是到了199半年的时候 中央公报电台 拓立国公报 改作是国家电台 现在一定是变罪国家公报 文无关了 这座高通的发射器 听说高精卫智 是全世界 为他这座的诞 这座电话 听说是要和每个方向球 来连络的 这是坐在发射器室 里面的官衣架 对很多名称来说 电台那两座 差不多七十几栈娃娃馆 也就是2006公斤的天山铁塔 是名称的代表 这座这么大座 不过他一楼 要有那种冷却籍的设备 他在一楼 是由一楼三千年开始 立正加后 福建会公报 那时是占据到中国 华南 丹南亚和庚丹福建的住民 选择到日本大东亚工农圈的立顶 到一九四年 因为台湾最上 差不多有六百万人口 其中有八十四万的客家人 所以有一个增加后 结果的公报 一九四年 一九四年 十月脚车 那时开始 以台湾人为主的第二公报 也就是用到福建的来奉上 直到战争的目级 日本万万简牌 那时公报 变成是非常重要的 传播的港区 一九四年 全到中国有 九万八千 一百九十六天的 客户家里收听 那时 台湾五大电台 听众最多的一年 在中间 十万人的听众 其中五十三% 是日本人 四十七%是台湾人 但是 因为 日本人的 人所救 所以 公报数据率 超过五十% 台湾人 不达五% 最后 要说的是 这种建筑 是由到 中多富高通局 的 人质量医技术 所设计 这片做重视了 所有水平山的表现 所以 每一间都去到清水 她的这边包括了 以前的 中多富店 为 九万区 一直到现在的 街人海港大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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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